郭家惠劍委等多名内地专家抵港考察四天 了解本港的防疫工作 政府说正是与内地当局敲定 被身处内地的香港选民 在选举日在口岸投票的安排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据布今年内无望举行 将会是连续第二年未来的举行 各位安德文汉 为了推进通关工作 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抵港考察四天 了解本港的防疫抗疫工作 考察团成员包括国家卫健委 广东省深圳市和珠海市等的疫情防控专家 随即出席特区政府的检介会 据了解也会了解安心出行的运作 政府总部下午踏起蓝色帐篷 准备为抵港的内地专家组成员做核酸检测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到场检测准备情况 专家组成员埃曼大约6点抵达 消息说他们到政府总部 也会了解安心出行的运作 一行十几位的成员 是在下午从深圳湾口岸入境 成员包括广东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建峰 国家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从政医学科主任管向东 和港澳办代表等等 主要视察行程会在星期日展开 曾经参与和内地专家对接会议的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估计 内地专家会视察各个环节的防疫工作 如果他要实地了解怎样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犯但他一定是机场酒店检疫设施 医院的隔离检疫设施 和那些测试中心怎样运作 酒店里面怎样跟那些旅客去每天做这个 隔几天做检查 本港和内地官员曾经在9月底 在深圳举行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 其后两地专家在今个月初 举行视像交流会议推进通关工作 陈兆史曾经说 内地提出考虑来香港视察 和举行面对面会议 无线电视机者先知报导 新增3宗新冠病毒输入国案 全部涉及变种病毒 包括星期五初步确诊的费用 其餘两个男患者 今个月6号和10号 从加拿大和巴基斯坦抵港 分别打了两剂復必泰和阿斯利康疫苗 两个人都是在检疫期间确诊 其中62岁来自加拿大的患者 和另一个星期一确诊 来自南非的36岁男人 同样曾经入住赤立国富豪机场酒店检疫 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调查 两宗个案的可能感染源头 并进行基因排序分析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批准科兴疫苗的接种年龄降低到3岁 平时优先安排12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 专家就预料放宽接种年龄之后 中学生的接种率可以推高到80或以上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桀 同意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 同卫生署核下科学委员会建议 批准科兴接种年龄降到3岁 并且优先安排12至17岁的青少年接种 会尽快公布安排 科学委员会认为 放宽接种年龄可以进一步推高中学生接种率 刘雨龙预计 明年年初疫苗接种可以推展至小学 相隔2至3个月后再安排幼酮接种 而市民若接种两剂科兴疫苗6个月后 下星期二起可以打第三针 刘雨龙引述研究提醒打科兴疫苗的人 要打完三针才叫完成接种 WHO都认同的三针就是科兴最基本 头一轮接种的方案 也不是两针是三针 之后可能要加强针 我们就发现打三针科兴的抗体浓度 基本上是差不多接近 阿斯利康甚至乎连伏必泰的反应 他又说同团队只安排中学生 同3到11岁的儿童皮内注射科兴疫苗 而监察不同注射方式会不会产生更高抗体水平 目标明年第一季有数据 母线电视机者关可为不斗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借同内地当局敲定下个月19日 立法会半届选举投票日 在口岸投票的安排 会尽快公布详程 当局也说将来考虑设电子投票 方便在广东省以外的港人 立法会选举下个月19日举行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特别就今次换届选举发声明 说完善选举制度其中一个特色 是广泛代表性和均衡参与 今次153个候选人的背景 都比以往任何一届选举多元化 完全没有所谓35家 攬炒组织 或者以政治立场挂岁的竞争 又说会督促选管会 确保投票当日 在政府各个部门全力支持之下 安排顺畅 不容有失 至于在口岸投票的安排 就正是同内地当局敲定 将会尽快公布详程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出席一个网上座谈会的时候 说将来会继续改善跨境投票的安排 通过这个法律的时候 我们只有四个星期不到的时间 所以很多非常具体的投票的办法 不可能在这个法案里面都涵盖 这一届选举以后 我们还需要考虑的 比较新的科技应用的办法 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考虑电子投票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早前提出 换届选举不应该再只着重地区直选的投票率 而是整合各个界别的投票率 按照比例计算出总投票率 但是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认为 建议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意思 也都没有说服力 还要加权成了广por量 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政治数学题 我也不是一家专业的数学家 因为香港选举管理机构 以往没有这么操作过 没有习惯去探索新的公式 就简单否定这种提议 我觉得也会流于轻率 他认为这个计算方式 能够避免投票率被外部势力利用 质疑选举的代表性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澳门驾南披治大赛车进入第二日赛事 由当地居民认为比赛的气氛热烈 有内地的旅客就专程去看比赛 赛澳门记者黄慧之去了解过 星期五一连三日的澳门大赛车 第二日主要是赛前热身和第一回合的赛事 这一日阳光普照 不少观众做足准备 太阳眼镜、帽子也开遮遮太阳 这对父子就一起看GT杯的赛事 感受速度与激情 支持哪个 澳门 澳门 支持澳门 气氛就很热烈 只不过太阳很晒 今天正赛就刺激很多 今天人就少一点 昨天多年 以前是坐满了 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各方面各方面不方便 因为受疫情影响的关系 今年和去年一样 没有上三个重要的国际赛事 而赛期也由四日缩短至三日 大赛车也吸引了内地旅客来观战 让你感觉怎么样 很不同的反响 然后很激情感觉 开得特别的快 但是那些路都被封了 然后很难过来 很兴奋 因为第一次看 然后比较的 从来没有看过这种赛车表面 澳门体育局说 目前还票已经出售了八成以上 旅游局也都公布 旅客量持续回升 赛车首日突破3万旅客 录得3万5525旅客人次 是自9月25日 澳门进入即时预防状态 以及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之后 录得的新高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 赛事方面 马昕华胜出东望洋大赛首回合 排头位的马昕华 是第一位在WTCC 奪得分站冠军的中国车手 亦都是这项赛事的上级冠军 起步之后顺利带出 同车队的张志强升上第二 一直咬住马昕华 两人斗足大半程 张志强几次在普京湾尝试超车 但不成功 马昕华最喜欢0.382秒 令赫张志强率先冲线 张志强第二 香港车手劳斯豪第三 回来本港 明天是长者日 65岁或以上的长者 可以免费搭大部分的公共交通工具 去到多个景点也免费入场 星期日长者日 区区都有着数提供给长者 有没有计划过行程呢? 想享受各控优惠 记得带齐三宝 长者卡 身份证和长者百达通 因为坐电车 天升小轮 申巴 乘巴等 只要出示身份证名文件或长者卡 就可以免费乘搭 而搭港铁和九巴 就需要使用长者百达通 长者到访科学馆 太空馆 海洋公园 天制100 和摩天輪等 都可以免费入场 另外 全港1400多家食肆和店铺 都提供长者优惠 妈妈年纪比较大 只能跟她去喝茶 但香港长者的设施是不够的 很多地方都不是 for disabled person 由1993年开始 政府将每年11月的 第三个星期日定为长者日 宣传长者对社会的意义 提倡老友所为和积极晚年等信息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报道 体育专员杨德强说国际七人篮球赛在防疫上有难度 短期内难以复办 他又重申不应该将政治介入在运动当中 篮球总会日前宣布 国际七人篮球赛要再度延期 去到明年11月举行 体育专员杨德强说 世界各地近千个球员参与比赛 在防疫上有困难 阳德强说曾经考虑闭门作赛 但是篮球总会评估之后认为不可行 因为赛事的收入主要靠入场券 场内餐饮和纪念品等 如果闭门进行将会进一步 加重篮球总会的财政负担 杭州亚运明年9月举行 到时候政府会不会参考东京奥运的经验 买入电视转播权呢 杨德强说要视乎本港的电视台 有没有兴趣买入 政府暂时未有定论 原则是大众都能够收看 他又说当局正是研究重建香港大球场 预计在启德体育园2023年年底落成之后进行 杨德强又提到不应该将政治带入运动 但什么为之政治元素 难以一概而论 加油这些字眼我们在后场上经常都会听到 所以这个不在于加油这个字眼得与不得 是要看回整个当时的背景 以至到有关的人士 他的动机或者他想宣示什么的信息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期报道 礼品府举行十分典礼 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等七个人 获颁发特区最高荣誉的大纸经分账 因疫情关系 仪式分三日在礼品府闭门举行 一共746人获受分或者家长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向七人颁发大纸经分账 包括中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行政会议成员周崇江 和叶刘淑宜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振斌 全国政协常委蔡冠心 和全国桥联副主席盧文端 18人获颁金紫荆升赞 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王国健 高等法院上诉庭副庭长杨振权等 22人获颁金紫荆升赞 41人获得铜紫荆升赞 另外早前追截走私快庭行动里面 询息的水警总督察林婉仪 获追受金英勇分账 仪式另外举行 前年和去年反修例示威 被受伤的六个警务人员 分别获颁银英勇和铜英勇分账 叶刘淑宜参选 立法会港岛西地区直选 同区参选的还有陈鹤峰和方龙飞 无线电视记者王善河报道 回来有次新闻 大家好,我是周贺欣 为推进通关工作 内地疫情防控专家团底港考察四日 了解本港的防疫抗疫工作 考察团成员包括国家卫健委 广东省、深圳市和珠海市等的疫情防控专家 除以即出席特区政府的简介会 据了解也会了解安心出行的运作 政府总部下午踏起蓝色帐篷 准备为抵港的内地专家组成员做核酸检测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此道场 检视准备情况 专家组成员挨披大约6点抵达 消息说他们到政府总部 也会了解安心出行的运作 一行十几位成员 是在下午从深圳湾口岸入境 成员包括广东疾控中心副主任何建峰 国家疾控中心病毒学首席专家董小平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 和港澳办代表等等 主要视察行程会在星期日展开 曾经参与和内地专家对接会议的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估计 内地专家会视察各个环节的防疫工作 关注出院的手组 他的条件 我相信他都有兴趣看看香港那些 病人的隔离检疫的设施 和那些是测试中心 本港和内地官员曾经在九月底 在深圳举行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 其后两地专家在今个月初 举行视像交流会议 推进通关工作 陈兆史曾经说 内地提出考虑来香港视察 和举行面对面会议 无线电视机这线自报导 早前三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涉及前国泰货机机组人员 外申防汇中心说会进一步调查 是否有人涉嫌提供不实资料 不排除检控 而被强制检疫的111个机组人员 获准离开检疫中心 三个货机机组人员 月初先后到过德国法兰克福 回香港后豁免检疫期间 感染新冠变种病毒 过百个曾入住同一间酒店的机组人员 安排到竹高湾检疫中心隔离21日 卫生防护中心说 因应国泰的调查报告 再跟进三个人的日程 他们承认曾经几次离开酒店房间 到访附近的地方 或者跟朋友见面 而德国卫生当局调查之后 说当地没有录得和涉事酒店相关的确诊个案 也都没有群组爆发 中心说三宗个案的基因排序高度相似 极有可能是互相感染 或者由酒店外面的一个共同源头感染 酒店里面爆发的机会比较低 经进一步调查 现在检疫中的机组人员 10个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要继续检疫 111个人没有和三个患者 在德国的酒店以外接触 获撤销强制检疫 今天离开检疫中心 由于三个患者一度声称 在法兰克福期间 没有离开过酒店房 当局说会进一步调查 是不是有人违反防疫规例 提供不实资料 影响公共卫生调查工作 不排除会采取执法行动 国泰早前说 涉事的三个人严重违反在外站的逗留规定 已经不是公司的雇员 无线电视机在中卓希报道 新增三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全部涉及变种病毒 包括星期五初步拒诊的飞溶 其余两个男患者 今月6日和10日 由加拿大和巴基斯坦抵港 分别接种两剂伏必泰和阿斯利康疫苗 两人都在检疫期间确诊 其中62岁来自加拿大患者 和另一个星期一确诊 来自南非的36岁男人 唐仰是曾入住赤立国富豪机场酒店检疫 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两宗个案的可能感染源头 并进行基因排序分析 内地新增三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当局认为这轮本地疫情已接近尾声 但要继续稳守外防输入 内地上个月中爆发新一轮本地疫情 波及超过20个省市 经过大约一个月之后 国家卫健委说 由8个省份已经连续14日以上 无新增本地个案 多个省份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疫情 全国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稍微阶段 要继续巩固落实现有防控政策 加强口岸地区防控能力建设 守好外防输入第一道防线 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多个说现在全国有超过12亿人已经打了新冠疫苗 其中有超过10亿7千万人打完两针 覆盖率达到7成6 当中有6,573万人更加打了第三针 也是因为疫苗接种率高 令到这次疫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受控 强调要持续推进接种工作 做好元旦春节的疫情防控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导 大围九巴致命车祸 有九巴工会出请更新车长工作指引 包括每日不得驾驶超过两条路线 一架88K九巴日前在大埔公路大围段 黄青沙公路桥面翻周 造成一死十一伤 车长涉嫌危险驾驶被捕 九巴职员权益工会说 事发当日涉事的车长原定银三条路线 包括两条巴士线 放工之前要再银巴士回车厂 当时刚刚吃完饭 估计是因为过路导致走错路 要求运输处更新巴士车长工作指引 包括延长食饭时间去到不少于一个半钟头 并且列明每日不可以银超过两条路线 每一位车长只可以用一加一 本来主线加另一条路线 就是最适合的 不可以说我们一天要寄这么多条路线 对于当局研究立法强制巴士乘客大安全带 工会认为实际执行的时候很困难 公会也建议政府将资助2016年开始出牌巴士 安装上层安全带的安排 扩展到2013年开始出牌的同款型号 预料涉及额外几百架巴士 九八话所有车长偏更和工作安排符合甚至好过政府指引 涉事的车长事发之前 有足够的食饭和休息时间 当日的工作也是固定安排 强调事故的成因有待警方调查 任何缺乏事实基础的言论 对件事都没有帮助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鱼不斗 大嶼山小熊湾污水处理厂日前发生工业意外 四个工人跌落沙井一死三双 其中一个人仍然异态 有工程师建议检讨封闭空间培训 增加工人的安全意识 劳工处正是调查小熊湾污水处理厂 工人跌落沙井的意外 本港过往亦曾经发生涉及沙井的致命工业意外 有工程师认为现时当局对密封空间培训课程的门栏偏低 他建议当局加强对密封空间工人的培训 由現時一日延長到三日 並加入實習要求 確保工人全面理解和正式安全程序 黃敬日認為派工人進入沙井等密閉空間 應該可面側面 應該考慮利用先進的儀器 例如航拍機又或者探測器 代替工人進入密閉空間 無線電視記者林俊謙 美孚九華經兩個燒烤場涉嫌無牌經營 17個負責人同職員被捕 82個食客違反限聚令被票控 攝氏兩個燒烤場沒有營業 其中一間在門外貼出告示說會休息幾天 警方星期五晚聯同食環處巡查 發現九華經兩個燒烤場 沒有相關食肆製造食物和消防等牌照 有罔顧防疫規定 拘捕17個負責人同職員 涉嫌欺詐 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 已經獲准保釋後查 需要在12月中旬向警方報道 另外場內720個食客涉嫌違反限聚令被警告 當中82人被票控 教聯會將會在明年開設第一個教師生活館 為會員提供生活超市等服務 位於旺角的教師生活館將會在明年6月開幕 樓高兩層總面積大約8000呎 在教聯會同一個出版集團合作成立 除了為會員提供救物專區 亦會舉辦職業培訓課程 在雙方簽署合作儀式上出席的中聯辦副主任 和譚天牛期望未來有更多團體關心教育事務 在香港青少年群體為改善香港教育生態 推動香港教育發展貢獻 成立46年的教聯會又說 現時有超過47000名會員 未來會吸納更多會員加入 無線電視記者鄧潔營報導 休息一陣 回到其他消息 4個國家地質調查局調查員 上星期六去到雲南埃勞山考察後失蹤 當局出動過千人次搜救 至今仍未回到 搜救人員繼續在山上搜尋4名 在埃勞山失蹤的地質調查局隊員 當局至今出動過千人次 以及無人機直升機協助搜尋 當地居民也自發上山協助 4名地質調查員 今個月13日 原定徒步進入埃勞山福地 翻過山或到達玉溪市新平原 但上山無奈就失去聯絡 當局星期一開始展開地毯式搜尋 我們分析肯定迷路了 因為天天下雨 因為你不知道遇到什麼特殊情況 如果是受遇及受襲擊 要看到那個衣服總持不進去吧 這個鞋子總持不進去吧 在我沒見到追行不到 內地傳媒一道說 已經在星期五下午找回四個人 當局隨後澄清說還未找回 有傳聞說 埃勞山裡有蛇、黑熊等野獸 搜救人員就說 那裡地形複雜、多懸崖峭壁 加上正值入東 連日大雨大霧 晚上氣溫比較低 擔心他們在山上多日 最危險的是可能會失溫和脫水 位於雲南的埃勞山擁有全球統一緯度大上 唯一保存完好的大面積源自山地常陸闊葉林 是國家自然保護區 擁有豐富的物種資源 包括黑牆臂猿、雲炮等 都屬於國家保護的野生動物 是熱門的科學考察和研究基地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宏報導 日本防衛省說 一艘中國軍艦通過日本領海 已經透過外交渠道向中方表達憂慮 日本防衛省發放圖片 確認兩艘中國軍艦和一艘俄羅斯軍艦 星期四相繼通過屬於國際水域的對馬海峽 由日本海進入東海 又說一艘中國海軍測量艦 星期三晚上近9時 在陸魚島縣屋九島附近通過日本領海 日方說是中國軍艦第四次進入日本領海 對上一次是2017年7月 防衛省又說 有兩架中國軍機和俄羅斯軍機 星期五飛越沖城和宮古島之間的空域 飛去太平洋 會否出塞仍然未有定論 無線電視機是在收視零不得 稍後回來有理應節新聞 未來才會做的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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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